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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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最一开始在刚接触到电商行销 还有在精英网站时 最困难的地方就是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因为我们也没有其他的人员可以来帮忙 那同时在后台有会显示出很多的数据 那我们也不知道去怎么做分析 但是也没有管道可以去询问 也不确定自己的一个决策的方向是不是正确的 那在需要兼顾国外业务的同时呢 我们会想要更有效率的来操作电商行销 这个事情变成是我在当时最想要寻找的目标 初期我们在经营台湾金贸网的时候流量并没有很好 正当公司对于是否要继续发展电商有所迟疑的时候 我们有机会加入了台湾金贸网的标杆专案 那在我们专案执行的过程中 经过专业的顾问的建议下 我们才发现有很多的需要调整的内容 从关键字的挑选 要怎么将关键字设定在内文里面 还有插入相关的影片来吸引客人等等 透过内容的丰富化 让台湾金贸网的行路可以越来越好 进行跨境电商的中小企业的朋友们 其实我们第一步要先把接单用的网站要先完善 什么叫接单用的网站呢 就比如说您利用台湾金贸网这样的一个官网 或者是您自行架设的官网 您要在这上面把产品的讯息完整的呈现 那产品的讯息有哪些呢 包含公司的介绍、产品的介绍 然后认证、产品的优势 然后还有运送的规则等等 包含您有新闻的报导 都能够完整的呈现在这个接单用的网站上 所以首先把电商网站上面的资讯完整化 这是最重要的第一步 那第二步呢就是开始您要在网页上设置所有的关键字 那因为自然搜寻流量的重要性现在越来越重要 所以包含现在坊间 您也可以除了利用Google官方的关键字规划工具之外 也可以用SEM Rush 这一类坊间有一些必须收费用的关键字搜寻 您把所有的关键字的策略 包含常委关键字、转单用的关键字 然后包含资讯搜寻的关键字 这种种的关键字都设置完毕 把整个自然搜寻的关键字的策略 完整的布置完 那最后一步呢 前面网站跟关键字搜寻都设置完毕之后 最后一步是像福元星它利用FB或用IG 他们用社群来经营这样的一个话题 就是把所有社群讨论的声量 直接转化到网页上 甚至您可以把一些专业的使用者 他对您产品的一些介绍 能够转化成内容 这样的内容呢 又呈现在您的官网上 就会是一个很完整的 我们认为这是做跨境电商 很重要的几个步骤 腰杆辅导下 询问的电话 跟国外的询问信 也都明显地逐渐增加 甚至过去有一些 没有接触过的国家的买主 都有来做询问 像是有厄瓜多 坦桑尼亚 还有加纳的客人 他们都是从台湾金帽网上面 看到我们福元星的产品后 有兴趣 再来跟我们接洽 那现在他们不但是我们的客人 还成为我们在当地的伙伴 来协助我们做开发市场 那这些都是在经营电商之前 我们完全没有想到的成效 也让我们在电商经营这条路上 越来越有信心 也终于让公司 认同电商行销 是非常有效益的 等等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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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